此刻的凤九正在跟好久不见的吃吻说话 没有注意到东华帝君的一脸醋意 帝君见小狐狸半天都没有觉察 索性站起身静止走向凤九 而太成功中的一群神仙却比凤九警觉多了 说来也奇怪 白家人无论是白真还是白浅 狐帝或者狐后都对吃吻很是忠意 因此也乐得见到凤九与吃吻交好 而白浅作为一个还算了解男人醋意的女上神 东华帝君的面部表情的变化白浅都看在眼里 而这言白真本就冲着新鲜戏码而来 自然不会漏掉这关键的场景 成郁和连宋两人更是对帝君吃醋这样的场面颇感兴趣 云又回来歪倒在一边的少碗虽不说话 但却安安静静地观察着太成功发生的一切 东华帝君走到凤九身边 轻轻扶着凤九 方才脸上的醋意竟然全部消失 反而是一副温柔体贴的模样 道 占了许久了 累不累啊 凤九见东华帝君在众人面前也如此温柔 高兴地说 不累不累 东华帝君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这小狐狸也太不解风情了 不明白这话中的含义吗 东华帝君又将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放在凤九肚子上 道 你怎么不问问肚子里的小狐狸累不累 凤九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东华是担心自己肚子里的小狐狸仔啊 凤九的恍然大悟真的是离提万里 但东华帝君说出这番话 自己却很是得意 也不等凤九回答 只是将眼光抛向了吃吻 吃吻听了东华帝君的话 又见到东华帝君如此眼神 先是一愣 随后嘴角淡然一笑 看向了白真 而此刻的白真和哲人正在惊讶中还没回神 也难怪 别说是白真和哲人吃惊 就连来倒在一边的少婉也疼得一下站起来 快步冲到东华和凤九面前 道 又有身孕了 凤九抬头看着吃惊的少婉 甜蜜的一笑 也不作声 少婉见凤九如此 知道这件事是真实无疑了 随即看向了东华 道 你这石头可以啊 速度够快的啊 东华帝君眉毛一挑 看都不看少婉 目光直直地看向了墨渊 道 比起你家那位你这话我就全当是夸奖了 墨渊上神本就在喝茶 无端被东华帝君对了一句 难免有些尴尬 东华帝君这才多长时间就有孩子了 而自己和少婉却一点动静也没有 墨渊上神心里也是苦啊 可奈何少婉那日喝醉酒之后对自己说的话还言犹在耳 墨渊上神不能不顾及少婉的心理感受 这种事情 墨渊上神一定会尊重少婉的意见的 哲言半天缓过劲 手中遂及画出一盒丹药 递给东华帝君 道 这是安胎药 前几个月一定要多注意 有什么事直管喊我 哲言至盗凤九再次怀有身孕出了惊讶 冷不丁的还想起了怀滚滚的时候 自己曾叫凤九堕胎的事情 如今不趁着凤九再次有运好好弥补一下 万一哪天东华帝君知道了这些虔诚往事 自己的实力逃灵恐怕以后就危险了 于是哲言这才拿出自己的宝贝第一时间给到东华帝君 并当下表态由他亲自照料凤九的胎 东华帝君虽然不知道从前那些事 但见哲言如此积极 脑中也闪过一丝一律 但东华帝君同时也知道诗里陶灵的哲言上神 与青秋九尾狐足十分要好 今日知己向来也是正常 更何况还有一层白针的缘故 这么看来 今后凤九的胎友哲言照料 自己也能安心许多 娘亲肚子里是有小宝宝了吗 一个稚嫩的声音从众位神仙身后传来 众位尊神转头一看 阿黎牵着滚滚的手 滚滚一脸淡定地看着凤九 凤九见是滚滚 碎集一笑摸着自己的肚子 道 是呀 娘亲肚子里有了一个小宝宝 滚滚听完凤九的话 原本淡定的脸 一瞬间喜上眉梢 众位神仙看到滚滚这表情的变化 不禁都在心里嘀咕 果然是东华帝君的儿子 表情变化如此之快 竟然和刚才帝君的变化有得一拼了 在众人类察觉之际 白滚滚撒开阿黎的手 朝着凤九峰跑过来要抱凤九 就在滚滚与自己的娘亲只有一步之遥的距离 他那尊神夫君只伸出一只手 抵住了滚滚的脑袋 滚滚整个人就再也前进不了一步 只剩下张牙舞爪的动作 在表达着自己想要抱娘亲的意思 而东华帝君呢 也是厉害 见自家儿子如此 一点也不手软 立刻换上一副遗憾的表情和口吻说道 滚滚啊 你生辰那日夫君答应你的以后 不用夫君代劳就让你抱你娘亲的礼物呢 夫君暂时收回 以后还是由夫君代劳吧 说完 东华帝君就一把抱住旁边的凤九 滚滚则是气鼓鼓地说道 富君 滚滚从来没听说过送人的礼物还能收回 东华帝君抱着凤九 有些耍无赖地说道 从前没有 现在有了 东华帝君一喜话 滚滚瞬间不作声了 他在想用什么强有力的说法为自己争取 这边滚滚还没想到 东华帝君又接着说 滚滚啊 其实你娘亲肚子里的小宝宝 就是富君给你准备的礼物 以后小宝宝出生了 就由滚滚带着吧 滚滚一听 立刻说道 那富君和娘亲呢 富君和娘亲自然就出去云游啊 滚滚 滚滚此时此刻 内心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意思 原以为有了小宝宝 自己可以联合小宝宝一起同富君做斗争 可没想到 富君早就准备让自己这个奶娃娃照顾另一个奶娃娃 以便独占娘亲 滚滚瞬间开始想念凡间的日子了 众位神仙见滚滚如此 都不禁开怀大笑 只有阿黎在一旁说道 大人们的乐趣之一就是不停地逗我们这些小朋友 大家听到阿黎的抱怨 笑得更开心了 叶华趁机说道 阿黎 你凤九姐姐的宝宝出生之后 你也要帮着滚滚一起照顾小宝宝 阿黎睁大双眼 道 那么富君和娘亲也是准备去云游吗 叶华看了一眼白浅 笑着说道 自然不会 我和你娘亲还要处理九重天的事物 当然了 闲暇之余也是少不了要去云游的 阿黎听完 立刻摊坐在玉街之上 道 可是我和滚滚还是小孩子啊 众类尊神见阿黎和滚滚两个小仙童 由之前的一脸兴奋转变成了一脸无奈 笑得更开心了 就连在一旁喝茶的墨渊上神也放下茶杯走了过来 道 既然阿黎和滚滚还小 我看不如就今天吧 我把他们带回昆仑虚好好教习一番 这样等凤九的第二个小宝宝出生了 他俩也应该懂事不少了 墨渊上神一番话对于两个小仙童来说可真是富无双至 祸不担心了 紧接着 墨渊上神牵着少婉的手 继续说道 以后我和少婉的孩子也竟可以放心地交给阿黎和滚滚照顾了 如此 甚好 墨渊上神不知道是为了报方才东华帝君 也于自己的仇还是自己确实是这么打算的 明明看着两个小团子一幅欲哭无泪的表情 不加以安慰也就罢了 偏偏还要雪上加霜 这时候 白真却看准时间 道 小五 你瞧瞧你 身为姑姑 连自己的侄女还不如 白浅被白真这么一说 自然也是立刻尴尬起来 他当然明白白真这番话的意思 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白浅多多少少还是有些难为情的 这时候久不作声的话译突然说道 墨渊上神和少婉师祖是不是也要加快步伐了 话译一席话 正的墨渊心 墨渊上神像话译投去了赞赏的目光 随后每个人都各怀心思地大笑起来 奉九剑一旁的连送今日似乎不那么春风得意 遂及止住笑声 道 别说姑姑和少婉美人了 有的人 连亲都没成 夫君都没有呢 奉九一番话 众人都默契十足地看向了成玉 成玉此刻白了一眼奉九 道 都有第二个小宝宝了 还如此不正经 说完 便去找仲林安排今日的晚膳去了 留下一群人意味深长地盯着连送 连送呢 一脸得意地拱手向奉九说道 十分感谢 奉九回礼 道 别假惺惺了 抓紧时间 看着两人如此俏皮模样 众位尊神都笑了起来 一边各自找了地方打发时间 一边互相说着什么 请搜紧